本分局於113年6月底 接獲被害女子報稱誤信假投資 陷阱遭詐騙 詐騙集團持隨之位 再次聯繫被害女子約定於 7月9號面交加碼投資新台幣100萬元 檢頒獲報後將記就記 單場查獲兩名車手 並在徐姓及圖姓車手 身上查扣新台幣1萬餘元 識別證、投資收據、工作手機等相關證物 依詐欺洗錢防治法等罪險 移送台灣彰化地方法院及檢署偵辦 河美分局呼籲民眾網路投資廣告陷阱多 誤親信未曾謀滅網友及來入不明的投資廣告 遇到疑似詐騙 使應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或110報案專線諮詢 暫願意 評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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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估